大家好,我是爱语言神 我今天准备继续给大家带来最新爆料和攻略 语言神,离谱 4.7克洛林德测试符技能曝光 技能数值逆天 封单人全卡,雷神爆金币 分析克洛林德技能 命座详细解析,低命机制完整的大C 克洛林德单手剑 定位全属性伤害符 前台速切C 重击附带一次荒性充能攻击 Q技能造成一个领域 领域会持续造成雷属性伤害 持续20次 然后最后会爆炸一次高倍率核爆 每成功命中一个目标 恢复一点能量 异技能 如果克洛林德当前没有子弹 获得3颗子弹 如果克洛林德当前有子弹 会造成一次强化特殊攻击一段 可以根据子弹上限增加次数 并且1技能没有附魔 天赋1决斗之星 克洛林德释放异技能时 下次攻击将处于无法被命中状态 天赋2误区审判 克洛林德的攻击力提高 随着以损失生命值提高 而增加每1%以损失生命值提高2% 最高提高至200% 宣言试作 542% 88.2%爆伤 角色元素战绩冷却时间减少10% 生命值变动时 获得一条的代理证词 每条代理证词额外造成80攻击力的倍率伤害 每0.5秒最多获得一条代理证词 最多保存3条 角色普通攻击和重击元素战绩 会为角色誓言 分别由元素战绩普通攻击和重击宣告代理证词 此外 角色生命值低于50%时 获得40伤害减免 据舅舅所说 克洛琳德将是雷神上位 目前已经有了万叶超越温迪 下面就要到克洛琳德超越雷神了 同样是五星雷系角色 克洛琳德作为新卡很有可能超越老卡 天哪 老米也太能藏了 克洛琳德 整个封单最杀罪欲的角色 已确定为五星雷系单手剑入池 拥有消耗资深生命位全队充能的天赋 定档压轴在4.7版本 众琳德的技能和定位 做出了一些总结 下面把克洛琳德简称为女枪 首先根据人物技能模型 我们可以知道 女枪是攻击加生命模组 机制是和仆人相同的生命之气核心 这里我们可以把生命之气 简单理解为传统RPG游戏中的魔法值 住 目前女枪的生命之气不联系其伤害倍率 因此才可以这样理解 不保证之后不会更改 品类目前没有什么特别的信息 所以从异技能开始 根据异技能的描述 开异之后会进入持续时间为9秒的夜巡状态 技能CD为16秒 目前看来不能全覆盖 接下来详细讲讲异技能的分析 在夜巡状态下 品类会变为附魔状态 此时产生两种判定 1.生命之气大于等于100% 则可以开枪为远程攻击 52.9%的倍率 且没有子弹贯穿能力 2.生命之气低于100% 每次开枪 给予35%生命之气 且子弹可以贯穿 可以理解为 纳维莱特的重击模型 满集倍率66.1% 在开枪之后 同时可以进行 冠叶攻击 伤害倍率在普通攻击上 此时具有三种状态 1.生命之气等于零食 倍率65.2% 不恢复生命 2.生命之气在0-100%之间 冠叶范围增加 倍率提高到86.9% 并恢复105%的生命之气 3.生命之气大于110% 冠叶范围更大 伤害倍率变为36.200分号信号3 回血120% 在询业状态时 收到治疗 会以80%或100% 转换为生命之气 100%转换来自于天赋2 由此我们又可以看出 一点设计的端倪 设计师是鼓励我们 在生命之气大于100层时 去打冠叶的 刚才说到 异技能16秒的CD 但持续只有9秒 存在7秒的真空7 但从目前的天赋消息来看 它具有类似水龙的元素反应叠层 显然是一个战场组C定位 且不鼓励速切 所以 女枪存在输出真空7 是很矛盾的设计 由此 我推断 极有可能会增加女枪 存在生命之气时 凭A再去减少 E技能CD的机制 Q技能没什么小作文 比较单纯的高倍率爆发 且会给120层生命之气 打出的伤害 是否和生命之气相关 目前还不清楚 天赋一再上面已经提到了 通过元素反应来增伤 类似于水龙的三层BUFF 只不过是雷元素 最多提升三次 增加51%攻击倍率 持续时间15秒 天赋二世 只在我们生命之气 大于100层之后 提升或降低生命之气 可以提升暴击 可叠加两次 且一贯业剂的治疗量 由80%变为100% 符合上面的操作逻辑 下面开始命座分析 首先一命时 在E技能持续期间 一旦有除了Q技能之外的攻击触发 均会额外造成30%信号二倍率的伤害 一秒一次 比较单纯的伤害提升 不改变玩法机制 二命 天赋一的倍率 由17%变为24% 即最高倍率由51%变为72% 并在生命之气大于100层时 提高抗打断 很关键的命座 三 四 五命 均为不改变机制的命座 均为数值提升 六命在开翼技能时增加10%爆击 70%爆上 并额外增加一个名为 明足的的Buff 一次造成200%倍率的伤害 一秒触发一次 具备两种触发方式 一 在女枪即将受到伤害时 二 在生命之气大于100层时 并且 在该Buff存在时 额外减伤80% 提升抗打断 触发6次Buff消失 依然时不改变机制的命座 但数值给得很慷慨 之后会有什么变动 暂且不表 最后 总结一下目前女枪的强度 一 低命机制完整 几乎没有毒点 由于测试服大部分只改动数值 所以女枪的地盘相当稳健 二 命座稳不提升 无论时刻老还是平民 都可以放心抽取 半命非常值得抽取 三 配对非常灵活 拥有自回血和抗打断机制 你们知道我要说谁了 但萌心省气 四 重要的一点 进战武器 但远程输出 非常非常重要 老玩家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五 剩一物可以带如雷 这是我没想到的 老玩家们有存货吗 六 打精通伤害很厉害 因为女枪的输出 有很多层区 非常难稀释 总之 目前机制看来 这很可能是版本末期的人权大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